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本以为迪丽热巴够漂亮了 但看到刚出道的新疆女明星后 我心动了 本以为迪丽热巴够漂亮了 但看到刚出道的新疆女明星后 我心动了 谈起国内的美女 许多人都要说苏航毫无疑问是出美女的 也有些人说四川省也有美女如云的好地方 可是广东人也表示不服气 广东潮汕也是盛产美女的 可是近几年来 娱乐圈出现美女数最多的地方就是新疆省了 像鼓励娜扎和迪丽热巴两个当红女星 流量小花 近些年来的佳作也是连续不断 颜值高都是特别的火 可是新疆派系的美女可以说是不止他们两个 还有佟丽亚和董璇 他们四个的美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那种 美到领人难忘 迪丽热巴自从签约扬密旗下以后 就加作不断 近几年来合作参演的电视剧 全部都是和一些大老级别的大牌明星合作 广告代言了许多国际高端品牌 可以说凭着这几年来的拼搏塌陷 以及身一线明星了 我认为能成为一线明星自然离不开先天的条件 好的长相 她的大眼睛是象征之作 还可以说除了关芝林这样大眼睛姐姐之外 迪丽热巴的大眼睛也是十分的美 并且积极进取 乐观开朗的她给颜值加分许多 特别是舞蹈出生的迪丽热巴 更是让体型保持得很好 一下子变成了诸多人心中中的极品女神 但是最近娱乐圈出现了另外一位来自新疆的美女 就是最近签约在陈鹤旗下的新疆女艺人 哈尼克兹 在国风美少女的演艺上 一支新疆舞蹈征服了现场观众 她的气质可以说是和迪丽热巴不一样的 她释放出来的美式小女人的魅力 一双魅眼为是面部轮廓加分之作 她尽管不像迪丽热巴那般的身材高挑 可是她的确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东方女性的那种靓丽 那种娇小玲珑的感觉有目有有一种 令人非常想呵护的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